下高速车子它突然就冒烟了失灵了 我就靠边停着后来是叫拖车公司来给我拖到这里 小个气修服务中心 他开始老板说他要全部弄好要八千多 后来我说能不能便宜点 他说没办法只有这个价格 后来他就说我说网上都值得三四千吧 去年九月刘女士的车子要换发动机 他在淘宝上这家店铺买了一台二手发动机 卖家在沟通中多次让刘女士加微信 刘女士说他一共支付了2667块钱 没有通过平台 其中1667块钱是物流送到后支付的 我跟他打电话 他不接微信他不回 后来我一去之下我也就删掉他了 就没想到后面有这么多的那些都是证据 去年10月刘女士收到了二手发动机 他让杭州渔航闲林这家小葛气修帮忙安装 车子维修后刘女士很少开 前段时间发动机故障灯突然亮了起来 小葛气修的门牌上写着杭州杰城气修服务中心 没有开门 记者电话联系上葛老板 他表示刘女士从网上买的发动机 外观对了但型号不对 那你们在换的时候没发现吗 换的时候外观是一样的知道吧 那有什么区别 就光静大了一点点 那能正常使用吗 能啊 但他说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什么的会亮 故障灯就是说你 他现在不是2.4的发动机啊 对不对啊 但是他的系统是2.0的 他的喷油量跟他的进气量都是2.0的 他的进气量大知道吧 进气量大了之后 电脑排出来的尾气不是 他不是2.4的排气尾量 懂我意思吧 配合比都不一样 我去年检啥的都会影响我的 年检的时候 他按那个2.0的测的话 他亮灯的话 当时销下的可以过的 自己去捡肯定是过不了 葛老板介绍 变更发动机需要提供合格证 刘女士当时没有提供 这种情况是违规的 去年检肯定过不了 刘女士希望那家淘宝店退款 为了能联系上对方 他用了记者的手机 对方挂断了电话 再怎么拨打都不接了 记者发送短信表明身份和来意后 对方回复 2.0和2.4都是通用的 修理厂想多赚他钱 忽悠他 退货也可以 来回运费 手工费等费用不承担 记者问 将来无法通过车检 该怎么办 还有怎么会发错货 对方又回复 自己找修理厂啊 刘女士认为 她明确提出 要2.0排量的发动机 卖家发错货 应该承担责任 她拨打了淘宝客服电话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好